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会怎么样 我不能因为它怎样而不怎样 会怎样就会怎样 不会怎样就不会怎样 我不能因为它会怎样我就不怎样 我们跟你们很赞 你们都听得懂吗 对 我有我的梦想 我有我的想法继续走 我是这样硬着头皮出去 到美国念硕士 念应用社会学硕士 那一年去读四个月 来来继续来来继续 这样一直在读 在寻找自己 那在这个阶段 我情感独立起来了 人格独立起来 经济也独立起来 就把自己找回来 到底我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意大利的女同学 Christina 有一天我们爱看电影 她开车载我 我就问她说 你自己来美国念硕士 那你男朋友呢 她说她在意大利 我说那你不怕她怎样 她说她跟她男朋友讲说 I love you but I don't need you 我爱你 但是我不需要你 我听到那句话很震撼 什么叫做我爱你 我不需要你 原来爱一个人并不见得要需要他 我是正好下半 我是I need you so I love you 那就弱了 就变成我依赖你 所以错了 就变成你到哪里 我跟到哪里 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 我的爱就受伤了 对 所以我也一直在觉察 在成长 以前我是与君同乐 我才能自得其乐 后来我活到 我自得其乐 在与君同乐 我把自己活得很健康快乐 有钱 这个太重要了 真的 因为我以前的财务 都跟它黏在一起 赚了钱就进去 赚了钱就进去 这样不对 所以我财务独立起来 经济独立 人格独立 情感独立 你花了十几年 你是几年 我十几年 才终于把自己站起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才看到自己 而且我发现有一句话 好重要 我也是自己领悟到说 世界如果变大 问题就缩小 我如果一直存在 活在那个问题里面 我的世界就越来越小 我更痛苦 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可以去看 那你变得这么多 你回来之后他们很不适应 你们两个关系怎么调整 我已经不在乎你对我好不好 我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 当我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时候 那个吸引力就来了 他就靠过来了 但还是可以有爱他 其实我没有很 我这个世界上只爱一个人 没听到 我只爱最爱一个人 就是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很够的时候 我不是自私的 但是我很充分地理解自己 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了 自己才有爱去爱别人 那你后来变成这么独立 为什么就决定不要离婚了 你已经没有那么需要他了 不是 事情是这样 这个是我跟很多台湾的妇女朋友 很像的 比较传统的 不是现代的 现代很多女生 一言不合算了 就离吧 那我这个世代的女生 比较传统一点 还是会比较觉得说 离婚是一个对小孩不当的结果 那后遗症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还有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 我胆子很小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是很胆小的人 我已经在社会上闯这么努力了 如果我真的离婚 人家不就说你看 两性专家都也离婚了 所以你有个美丽的包袱 所以坚持不离婚 反而我找回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了 那你先生后来有跟你道歉过 对 就好像你老公是中风 我老公是当时胃不舒服去开刀 蛮大的一个手术 那住在医院的晚上 隔天就要开刀 那我也是照顾 也是尽心尽力 那半夜起来就怎么找不到人 然后我就在找他 就看到那个后诊室 有一个老先生穿着那个衣服 病患的衣服 然后左手握着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 点滴架 点滴架 然后坐在那边 很落寞的样子 对 有点似曾相似 对 然后两三点了 我就说你怎么没睡在这里做什么 他就说阿娟 阿娟你来 你坐我旁边 那我就坐到旁边 然后他就脸看着我说 阿娟啊 这一生我如果做过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以后 很感动 以前是要跟他打起来 要跟他骂起来 要吵架那样 可是他讲了那样一段话以后 心里面就觉得 明天好好活着吧 结果活回来以后 哦 又要开始吵架了 人是怎么这样 在最脆弱的时候反而 才能够讲真心话 对 讲真心话 就很感动 以后如果生气 只要想到那个时刻 你的时刻 我的时刻 就一切好办了 没有什么好在那个 现在他对我越来越好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些同学 朋友的老婆 有的走的走 躺的躺 这样知道吧 所以他每次回到家里 同学会回来就说 你还活跳跳还不错 就对我会更好这样 道歉很有价值的 可以记很久 用很久 用很久 很多的存款在这里